刚才的三角形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,接着你们拿出四个火柴棒摆出一个正方形。 很好,那么再加上三根火柴棒,你们能摆出两个正方形吗? 好的,同学们,接着咱们继续学习了。 刚才王老师又出题了,对不对? 王老师说了,你要拿出四根火柴棒摆一个正方形,这个太简单了,对吧同学们? 我相信你在家已经跟艾迪和威尔一样,已经摆出来了,是不是一个这样的图形呀? 是的。 对不对? 接着王老师又出了一个什么题啊? 再加上三根火柴棒,出来几个正方形? 两个。 摆出来两个正方形,对吧? 哎,同学们,现在虽然是摆正方形了,但是咱们想一想回忆一下刚才的那题。 摆三角形的时候,我加两根火柴棒,多一个三角形,我是怎么加的? 是不是找了一个公用的火柴棒呀? 对。 对吧? 那现在同学们,如果我要正常的,再多出来一个正方形,对吧? 咱们是不是四根火柴棒摆一个正方形呀? 对吧? 所以如果我要再多,哎,这不要摆出两个吧,也就是多出来了一个,对吧? 对。 多一个正方形,咱们得花几根火柴棒才行呀? 得再来四根吧,对不对? 可是现在就给了你三根火柴棒,要多一个正方形,那咱们动动小脑袋,应该怎么办啊? 跟刚才的三角形有没有共同点呀? 有。 有要找公用的火柴棒,对吧? 太棒了。 那在这儿你观察一下吧,这个里头哪几个火柴棒可以公用呀? 在这儿,哎,你看题目,我的图形已经出来了,对吧? 我可以这边搭上三根吧,嗯,对不对? 有同学说了,我喜欢左边,你可以左边搭上三根也行,对吧? 对。 或者有同学说了,老老师,我喜欢上边,哎,你往上搭上三根,是不是也行呀? 是的。 对吧? 还有同学说了,我喜欢下边,往下也可以,不管你往上,下,左右,哪个方向搭三根,是不是都能出来两个正方形呀,同学们? 是的。 对吧? 这个题最关键的还是要找公用的火柴棒,对吧? 嗯,这个很简单吧? 很简单。 没问题,接着咱们再来看,说了,现在我已经搭了两个正方形了,对吧,同学们? 对。 现在说了,那么再加三根火柴棒,你能摆出三个正方形吗? 再加三根,摆三个,没问题吧? 没问题。 还是要找公用的火柴棒,哎,很好。 在这儿同学们,找哪根呢? 随便找,我可以找这一根吧,对不对? 往这边来三个,可以吧? 可以。 可以,我还可以找这上面的吧? 可以。 可以,可以,再来三根,对不对? 对。 也行。 所以在这儿啊,你可以随便找一个公用的火柴棒,但是它一定得漏在外边,对不对? 对。 你看我找这根行不行? 不行。 这根藏在里边,没法公用,对不对? 对。 咱们就在外边找一个公用的火柴棒,就可以了。 那你看看王奥师是怎么找的吧? 哎,我是不是找了这根啊,同学们? 是的。 对吧? 我在这下边又添了三根火柴棒,是不是就出来了三个正方形呀? 是的。 对不对?这个题目也不难了吧? 嗯。 也不难,在这儿咱们摆三角形和摆正方形呀,都有共同的一个思路,就是要找公用的火柴棒,对不对? 对。 好,接着,还有一问,哎,跟刚才一样的,那同学们,这个题就难了,对吧? 在这儿说了,那么再加两根火柴棒,能摆出五个正方形吗?同学们,要摆五个了。 刚才咱们说了,加三根火柴棒,是不是多出来一个正方形呀? 是。 对吧? 现在咱们要摆五个,你看,现在这图形里头就三个了,要摆五个,多摆几个正方形了? 多摆了两个,对吧? 对。 而且给你的火柴棒还少了,就让你多加两根火柴棒。 哎,那怎么办呢?同学们,观察一下,还是老思路,老方法,对吧? 对。 咱们要找公用的火柴棒。 可是这个题,找公用火柴棒,很关键了,你试一试,在这儿我找这根当公用的火柴棒,行不行? 不行。 动手摆一摆,你这两根火柴棒,不管我怎么摆,都不行吧? 嗯。 对吧?那这个上面的行不行呢? 不行。 也不行。 这右边的? 还是不行。 还是不行。 接着下边的? 也不行吧。 嗯。 在这儿,同学们,你细心地观察一下,这个图形有什么特点? 在这儿这个图形是不是像被咬了一口呀? 嗯。 对吧?有一个缺口,在什么地方呢? 在右下角。 在右下角,这儿有一个缺口。 哎,那咱们把这缺口补上,行不行? 行。 来,试一试,补上花几根火柴棒呀? 刚好两根。 正好两根火柴棒,把这缺口补上了,太高兴了。 可是同学们,这根火柴棒补完以后,你看多出来了几个正方形呀? 一个。 就这一个呀。 有同学说,王老师,你骗人了。 咱们题目上说了,要摆出五个正方形,你这儿只有四个,那怎么能行呢? 在这儿,哎,同学们看看,笑的正方形确实是有四个,对吧? 对。 那你再想一想,第五个正方形藏在什么地方吧? 动动脑筋。 在这儿,同学们,想一想,答案揭晓了。 这第五个正方形是什么呀,同学们? 是不是外表最大的这一个呀? 是的。 对不对? 对。 所以在这儿,你看,咱们加了两根火柴棒,摆了几个正方形出来? 五个。 摆了五个正方形,对不对? 对。 哎,太棒了,这个题就做出来了吧,对吧? 嗯,那接着,同学们,这个题做完了,咱们回忆一下吧,刚才上一个例题里边,咱们学的三角形,哎,三角形用火柴棒,咱们有一个特别经典的,你还记得吗? 我要摆五个三角形,我最少画了几根火柴棒呀? 九根。 好了,九根,对吧? 嗯,现在咱们来找找吧,现在我摆了这五个正方形,对吧? 对。 画的火柴棒是不是也挺少的? 对。 对吧,咱们看看,最少画几根火柴棒,能摆出来五个正方形,跟我老师一块数数吧? 在这儿,先数外边的,一,二,三,四,五,六,七,八,外边有八根,对吧? 对。 里边还有,一,二,三,四,八加四等于十二,在这儿,我是不是画了十二根火柴棒,摆出了五根正方形呀? 对。 对不对,同学们,这个你也要记住啦,这个图形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,什么叫经典呀,同学们? 经典就是反复出现,哎呀,很多很多年这个题都一直出现,对吧? 所以说它很重要,一定要记住啦。 对。 对。